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陈医生 来我们分享行出状元 这个职业分享讲座 谢谢你陈医生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怎么样进这个行业的吗 这个家庭医生这个行业 家庭医生这个行业 我其实跟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一样 就是读了一个学士之后 在东东大学读了一个学士之后 申请进入医学院 当然那时候其实我也不是特别顺利 我还是有读了一个研究 我是读了一个硕士 硕士之后呢 然后再进这个医学院 医学院之后觉得各个方面的 各方面都非常喜欢我 其实想不出来到底有什么 要做的话那么就做一个全科吧 就做一个家庭医生 那么就水到渠成了 对 非常好 那么在你的那个受训的 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先经历了一个学术的 academic的硕士 然后你才转到那个medical school 那么在那个转折点 是什么的考量 让你那个选择走进medical school的 基本上医学院 他有看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你的学术 学术的方面 你学术成就 其实在医学院的入学当中 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 然后当时呢 如果在你的学识方面 如果你需要补墙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研究的方式 或许你的强项 不一定是在考试方面 或许是在研究研发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呢 有更加的去展现我的 如何去可以当一个学者 发掘问题的能力 对 没错 那么你念完两年硕士 才转进这个医学院 没错 所以总共花了大概十年 从高中到医生 总共花了十年时间 哇 那个是一个很长的训练过程 对 是一个很长的 你在当中有觉得很容易 还是挺辛苦的 怎么样来撑过来呢 这个训练过程 听说受训成为医生也不简单 没错 确实是很多 这个道路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当然家人是不是是我最大的支柱 对 然后现在 那时候也在读医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也遇到我老婆 那当然也是非常的支持我 另外一半的支持 对 没错 非常重要 是 那么你毕业以后 必须要经过那个 internship residence 是吗 然后才成为家庭医生 没错 一般来说 在加拿大的住院医生 这个的residency 就住院医生方面是两年 是 当然之后呢 如果你想要再读个 想要加一些更多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你想要接生 你想要只看老人家 各种方面的话 你还是可以多修 专科医生 没错 应该是说 虽然你是一个家庭医生 可是这专科的话 虽然你没有这个他的牌照 可是你可以透过这个 再透过一年的时间呢 其实在医学界里面 也算是正确的 是吗 就是说 先完成家庭医生的训练 然后专科医生 要在另外一到两年的特训 传统方面的话呢 你从医学院毕业呢 是大约花五到六年的时间 去修一个专科 那么如果你是从家庭医生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再修一个某一个部分的话 或许你 比如说你练习 你可以去学学生这个方面的话 或许你的技巧 不如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候的一个 妇产科 不过呢 你可能百分九成的人 九成的孕妇 都能够去学生 是 那非常不容易 成为一个专科医生 这一条路径 然后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在加拿大因为医学院非常有限嘛 现在 但是家庭医生呢非常缺乏 现在差不多有好几百万的人 没有家庭医生 那么 首先 你们的工作量 是不是非常大 受到很大压力呢 没错 的确是有非常多的工作量 我最近大约预算了一下 大概六成的 可能我一天下来 六成的时间才是跟病人结束 大概有四成的时间呢 都花在这种 administrative 这种 比如说 行政方面 对 行政方面 你要转介给一个医生的话 你还要写一封信 如果你要开药的话 这些都是要 你还要亲自将 将这个药单呢 要如何发出去 这些各种行政方面 其实是也是相当是 暂时很多 那么 除了在加拿大 这几个医学院受训以外 如果想进入加拿大 这个家庭医生的行列 能不能在其他国家受训 然后再来这边考牌呢 可以 这个 我相信我们 好像安省政府 还有那个 联邦政府 他们都有一些 采取相关的一些行动 包括就是让 从国外的学生 进到安省的时候呢 可以比较快速的去 考到这家庭医生的 这个 这个身份 听说是必须经过 那个residence 那个过程是吗 没错 那个matching 听说是位置不够很难的 对 没错 是相当难的 主要呢 是因为可能需要找 一些辅导的 辅导的现有的家庭医生 现在也因为这么缺 所以呢 很多医生都忙不过来 很少 会去 去 在教学 那么在 如果在美国念的医学院 或者在欧洲念的医学院 甚至在香港念完医学院的医生 他们来到又怎么样 可以重新 那个 当那个家庭医生呢 其实也是跟 你刚才所讲的一样 就是要 然后再通过这个residence 的住院医生的部分 大部分还是两年的时间 然后 做完之后呢 再 成为一个家庭医生 对 这一点 应该相当不容易 那么 回到你的工作的范畴 那么 你就做了 这么多年的家庭医生 有没有遇到什么 奇难 那个 difficult的challenge 挑战性的问题 要解决 是你毕生难忘的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到我的诊所里面的 其实 你走进去都不知道 说下一个病人 他会是什么 不过很多 很多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诊断 可能是 比如说一些 特别是一些癌症的病人 需要 你需要去通过 一些很 非常sensitive 这种沟通技巧 要跟他们 如何去 跟他们说 这诊断 有可能是 有可能才几个月的 存活时间 这些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在疫情当中 过去三年 一定是不容易 因为大家都 心里很 那个 担心 这个受感染啊 你们又 经历了怎么样的体验呢 这个 我们这个行业 可能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因为通常都是要面对面的 去看病人 那么我们在疫情期间呢 也需要去 去adapt 需要去适应这个新的 如何用电话 或者是视讯的方式 去诊断一个 诊断开药 或者甚至去转介 或者是有 有其他的 我们的医疗行业的人 如何去照顾这个 这个患者 其实这疫情当下 就是这个 科技的方面转变 是是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 那么多的医生 尤其家庭医生 在这三年以来的 为我们的付出 然后让我们一起撑过来 这一点非常难得 谢谢你 还有呢 就是做这个 家庭医生 有你要需要跟 很多不同的团队 工作吗 还是主要是你跟 那个病人的关系呢 其实需要 透过非常多的 这种团队合作 我一个人 其实没有办法去照顾 这么多病人的 通常也需要 各种药剂师 营养师 附健师 这些团队都是 你要去认识 他们的 他们强项在哪里 他们可以为你病人做什么 其实这个很重要 在一个团队 一个 作为一个家庭医生 我觉得团队 这个精神是非常重要 对 所以这个 people skill 我们的年轻人 无论到哪 做哪一个行业 都非常重要 那么你觉得 做家庭医生的 key success factor 是什么 key success factor 我觉得就是 需要非常强的 沟通技巧 需要能够 跟这个团队合作 或者是跟这病人 沟通这方面 其实沟通技巧 算是一个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算是最需要的一个 技巧 讲得非常好 那么我代表 广大的病人 谢谢你 谢谢你 Dr. Chen 好